那么当然也会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后台管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会员管理 就是用来管理我们的普通注册用户 以及我们的VIP 那么还有我们的餐厅的菜品管理 那么并且重点是客户还可以在线的来点菜 可以在线点菜以及拼饭对不对 那么拼饭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拼桌子 应该叫拼桌好一些吧 好就拼饭 其实因为我不是很理解这个专有词 就拼桌子对吧 有拼车的吗 有拼饭的吗 OK好 那这就是餐厅网站这一块 那么从我们的Android的这个手机上来说 就是客户一旦装了这样的一个手机 这个手机是由客户装 就不是由我们餐厅服务员拿着Android的手机来点菜吗 他进到店里边如果他没有自己手机的话 他有手机也可以叫服务员过来 然后他让服务员操作 然后忘了个功能 就是你那个点完之后你可以查询那个 你你那个菜什么时候能上上来 大概什么时候能上上来 就我还得等多久 这个功能 还有一个相当于就是什么 相当于就是查菜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认为是在我们的这个下面 那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在我们的移动点菜的下面吧 因为这整个还是我们的这个点菜的这个过程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客户端的话 我们就说它可以由客户自己或者由服务员来操作 对 那么可以进行 首先是能够进行点菜 选择菜品 对吧 然后点菜 那么同时的能够进行我们的这样一个拼办 而且打开我们这个客户端有一个促销信息 这样一些功能 是这样的吧 对 那么您刚刚说还有一个上菜 我先简单把它放在这里 还有一个上菜进度的这个查询 还有上菜进度这样一个查询 那你看一下还有什么遗漏了没有 暂时没有 暂时没有了 OK 那这个我我今天我要了解的一些信息就先到这里 你把你能够提供的相关的资料也给我准备 也帮我准备一下 那么下一次我再过来的话 第一我会告诉你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建议会用什么样的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开发开发的环境 同时呢我们也会请我们技术部门帮你去评估一下 就是帮我们一起来评估一下我们大概的这样一些周期啊 一些周期和和我们的大概这个模块的这个情况啊 我跟你简单交流一下 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最好把你们现在的 包括你们的菜谱 对不对 这些资料都要准备 因为我们到处点菜啊 你希望我们的菜表现出来 就是他点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来显示 对吧 图片应该怎么摆 摆哪个位置啊 还有拼范的话 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这个拼范的过程具体应该怎么做 那就把它稍微准备一下 我们下次过来再聊啊 OK回家 那么由于我画URML画的比较快 当场就可以把这些图形画出来 跟客户进行确认 但是我回去了过后 我就开始要进行整理了 整理过程中 我就发现 有些图画的不是很整齐啊 我就把这里给它加上 某某点某某餐厅点菜系统 它们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包含关系 按照严格的做法 包含关系这里有要给它stereotype include 我现在就开始来整理 好 从这两个模块来看 从这两个模块来看 我们一看 好像都是什么呀 都是Y级别的模块 我就给它 我完全可以给它编上号 比方说Y 001 但是这个时候我先不急得编号 因为我总觉得还没有做完 还没有做完 所以 我明天我还要再去问一下 我明天还要再去问一下 好 今天这两个功能模块的话 就是这些 一个是点菜客户端 一个是餐厅的网站 一个是餐厅的网站 点菜客户端下面又有移动点菜 移动拼拼拌和查看上菜进度 那么餐厅网站又包含了 包括公司形象网站 这个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都会有前台和后台 我这里我把它 做出来 公司形象网站又包括了 新闻 和促销 网站后台管理 这是必然的 然后 有我们的一个会员管理 菜品管理 拼拼 和 在线点菜 网站上面的这样一个在线点菜 然后我在这里看到 大家可以看 我这里 在线点菜和 移动点菜 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点菜 对不对 都是一个点菜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把 如果说他们的差别 不是特别大的话 感觉 不是特别大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合为 合而为一 但是如果说 你认为他们有必要来分开 怎么分开呢 第一 你认为这两个 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了 不是一个系统了 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 因为他们是各自内部系统里面 相对独立的这样一块 明白吧 因为我们到处做BS设计 其实和做这个客户端的设计的时候 可能会抽象 比方数据数据信息可能会抽象 但是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需求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来抽象 第二 就是如果两个在界面上差异会有点大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开 所以就各化各的 也不怕重复 而且他们的界面对象什么的 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我这里就把它分开来了 也没有关系 合起来当然也没有关系 合起来也也讲得通 好 然后我就在这看 看着看着我突然发现 突然发现 好像有些遗漏 然后我又过去问 过去问什么呢 就是 因为我发现 这种组织方式 跟桑迪以前讲的组织方式 好像不太一样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系统 是由谁啊 是由我们的功能性需求 和非功能性需求组成 这两块组成 我今天重点关注在功能性上面了 还忽略了我们的非功能性 对吧 所以呢 我要修改一下 当然这个工具是这样子 实际上有的像肉子这种比较好的工具 我们没必要把所有的包都画在一张图上面 你可以给它建多个这个 就是文件夹 那我这里我就不建了 这里头按说每条线都应该加上include 我们回来过后把它加上 这里也不加全了 大家下来知道就行了 好 那么这种方式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什么 会觉得这样子画图是不是画太复杂了 那么不好看对不对 我们就给它分一个层级 我再 我回来再做一次整理 当这样子画图 我们在想明天要是再去画非功能性的需求 我怕没地儿摆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怎么做呢 我在这里 我还是在家里面整理 功能性的需求 下面 再建一个 用力图 还是用命 表示这个下面的默认的主图 把我们的功能需求 全部都给它包 全部给它放进来 这个不是 移动拼饭 移动点菜 拼饭 这个好像没有批量选中的这个功能 这个软件 这点很不好 没有肉子好用 肉子是建一个包 你双击就进去了 直接这张图就建好了 再先点菜 公司形象网站 功能性和非功能性 然后我把这些图 靠进去 OK 这样子看是不是简单多了 对吧 同样的 我把非功能需求 下面也建一张 好 那么非功能性的需求 无非就是什么 无非就是安全性 扩展性 健全性 还有性能 等等等等 这些方面的需求 那好 明天我再去问一下 它这个非功能上的需求 顺便去细化 去细化 我们功能性需求下面的用力 好 等等 我今天又来了 那个怎么样 不好意思 这是 昨天我回去看了一下 基本上这个 就是你的这个功能模块 要做咱们要做了这个东西的功能模块 我已经比较清楚了 我也把那个文档 已经发给我们技术部门 请他们去评估了 那我今天还想了解的更细一点 就是 第一 就咱们这个系统的话 功能模块有这两大功能模块 我想问一下 咱们系统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要求 比方说你希望有多少人可以同时在线啊 对吧 我们的这个网站 你希望多少人同时在线呢 还有如果你比方说 如果用Windows的话 你愿不愿意付这个版权费啊 就这个license 因为Windows操作系统是要付费的 你当时是打算是把这个系统上一个服务器呢 还是托管到某一个空间里头 或者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像安全要求啊 或者其他的 就是 性能 有没有要求 还有你几个软件 你打算用多久 会不会有下一个版本 你现在有没有考虑过 什么时候会上下一个版本 需不需要预留一些接口 能不能简单跟我聊一下 服务器那些客户不懂 然后那个版权费就不给了 那服务器我给你建议一下吧 就服务器 你是 如果这个系统 如果我们这个系统要上一个服务器 可不可以考虑呢 不上服务器就不 软不起来 当然也 不是不行 因为 但是我们这里头 有一点点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安卓手机到时候要访问嘛 要访问的时候 如果你希望它是一个客户端的形式 那么它就是 它就会干嘛呢 它就会去 往服务器发请求 这个一般情况下 可能一个虚拟空间是做不到的 当然了 如果你愿意 就是说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就是让我们的手机上面也呈现出网页 也是以网页的形式呈现 就是反正WARP你肯定知道在 然后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因为它就和我们网站就同意起来了 还是我要开发 就是专门的 你希望表现形式更强一些 用安卓这个客户端 不用网页那种 不用网页的形式 所以服务器需求 那么不付版权费 你希望 咱们现在的话 一般现在我们的人流量有多大 还有你到时候会不会投专门的人去推广 你估计到时候 一天的访问量啊 或者你要求他能够支持多少人访问不 这个网站 我只知道我那个餐馆能同时容纳500个 别的你帮我分析一下 那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500人的餐馆 按照满座的话 那我估计你的一天的网站的访问量的话 至少你应该在 应该正常情况下 应该在1500到2000 2000人的这个样子 没事 这个到时候我们如果再增加了 我们到时候请我们的设计 在这方面做好这样的一个充分的考虑 到时候需要增加的一些 也会考虑得到 你还有其他一些要求的 比如呢 比如你上不上第二个版本的 什么时候上啊 但是没考虑那么多 OK 好 好那我们再来沟通一下我们昨天聊过的一些功能吧 能不能给我简单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点菜 比方说你希望我们的移动点菜或者网站上这个点菜 它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 你能够描述一下吗 首先有一个菜品的清单嘛 客户从可以从那个菜库里边然后选 选了之后就提交它的订单 也可以客户他按那个口位 或者按那个人数或者按钱 然后由网站自己拼 自己拼一些菜品出来 然后客户可以根据网站自动生成的这些菜品 然后他来增减 他还可以增减菜品 对啊 比如说他说他两百块钱 你网站给他自动生成了五个菜 有一个菜他不喜欢 他把那个菜去掉了 然后增减一个别的菜进来 你的意思是系统可以自动的给他算菜 就是给他拼 对啊 按照价钱去拼一桌菜 对啊 然后按人数 比如说五个人 他预算五百块钱 嗯 然后什么什么口味 口味是多选的啊 有人爱吃辣 有人爱吃甜 你系统就自动给他拼一桌 尽量让每个人都满意 嗯 那么那么他要不要登录 就是他在点菜之前 是不是一定要登录呢 因为咱们有一个会员管理 对他要登录的 需要登录啊 那么他登录了之后 登录了之后 他是不是就要开始干嘛 就是就会就会列出 就会列出我们的那个菜菜菜单是吧 对 哦 那么列出这个菜单之后 他是不是就可以去去点 点的过程中 他主要要输入哪些信息 嗯 嗯 嗯